大家好,歡迎回到一個視頻 今天我們繼續兌現天賦系列 上一期周期做完之後 很多跑仔都留言 不如幫大侄王子侄兌現天賦 OK,因為在這遊戲中 大侄的潛力是挺高的 所以玩家上我們模擬到了1999年 大侄就準備進入聯盟 可以看看他的新秀報告 發展上限,說是全民星 但是標榜的這個球員 Artis Humor 是命運堂成員 還要獲個MVP 發展下限,這個Piris Elyson 其實都拿過最佳進步球員 然後強項就說大侄的防守能力 可以主宰低位 你看到新秀大侄的防守 比進攻好 其實我感覺大侄應該是攻強於手 然後用他的背籃 這個確實是值得信賴 藍下新秀敏捷 大侄確實是很敏捷 躍項方面 不可以指望他在防守的時候 偷球 打個中鋒 又沒有必要 整天偷球 外線出手很不穩定 沒錯 其實本身我打算放到現在 即是2023年 繼續模擬 但是EK 就是完全沒有給大侄的外線能力 給大家看一下 只有F 所以算了 都是在1999年比較好 你一看這個上下你就知道 EK設置大侄的潛力是真的不低 看看哪個隊伍選中他 第一個賽季準備開始 大侄是被扭的力伍選中 現在變成了第八順位 當然數不可以跟現實對比 中鋒這個位置 力伍這邊當然有明叔Patrick Ewing 在陣中 不過都37歲 當然Marshall也在陣中 回到舊的年代 90多種未來的球員沒有那麼多 我們都是那個規則 幫大侄保障手法的位置 但是留意到大侄 開始的年紀已經是22歲 那就比較麻煩 看資料 他巔峰開始的年齡 是26歲 只有4個賽季去成長 不過這個巔峰持續的時間有7年 看到EK比他的潛力是85 最大潛力去到89 是真的很高 意想不到地高 但是沒有 沒有可能去到89 89是有機會的 4個賽季的成長時間 是真的比較短的 他的成長比是25 這個也不是太高 所以 實質去到的最大潛力就是81左右 不用解釋 Patrick Ewing 還在 37歲 還不學 球員導師制度 肯定向Patrick Ewing學習 夢幻腳步 沉底部 神勇終結者 這些徽章 全部學起來很快 球員輪換方面 真是不好意思 我打算司徒同場 大侄打個中鋒 Patrick Ewing打個大前鋒 但留意到 當然Marshall在大前鋒 這個位置更加合適 總評更加高 我免得調太多 待會弄到攻心計 唐心風暴的東西都出來了 我就負責幫大侄打個手法 所以Patrick Ewing只能夠在剃本直代名 不要緊 都已經是37歲的高齡 看上去大侄 新秀賽季可能長滾到29分鐘 他新秀賽季的數據 我猜一下 嘩 3分球真的差 只有35 大侄射得3分 暫時進攻能力差一點 藍把私家都不是太好 所以新秀賽季的目標 10加6可能有點難 但希望可以拿到10加6的數據 第一個賽季常規賽比賽結束了 10加6比較難 最後是8.5分加上4.8個藍牌 這個是新秀賽季大侄交出來的數據 坦白說這個Fill Goal真的差了一點 3分球他也有射 射得不少 119次出手 即2K就是這樣 很划算 你又不給大侄3分能力 你又要射3分 你又要射3分 即是甜 你不給他射3分的話 你不要給他傾向 看回陣中的話 好像很多人發爛爛 看回師傅37歲 師傅Patrick Ewing 該踏出下一步 所以下個賽季真的不知道找誰學習 內線方面 年紀大的球員 好像不是太多 Doniel Marshall 成為球隊的大佬 這個賽季力博是41勝41 分區第8名 有得打季後賽 大家都看到暫時大侄的進攻能力 是比較差的 入場呢 很難剪到什麼鏡頭出來的 但是這樣 第一場季右賽 我決定 都是入場剪一些highline 不過就第4節開始的時候入場了 坦白說 為了剪多一些highline 你看到陣容方面 對比是比較明顯的 話是說 巫師這邊是Kristianella T-mat 在陣中 回到以前的年代 在遊戲中測試過 T-mat很強 你看到大侄的進攻能力 暫時還是比較差 但是一場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highline 進入現場 大侄肯定沒有什麼進攻鏡頭 但是這邊妙傳給了扭了力量的名宿John Starrs 可惜三分球不進 回過頭他就防守了Kristianella 這個球我覺得干擾動作少了一點 但是也算是成功記錄了 接著這個Arkman的中距離不進 大侄拿到藍板 專心打算上 但是有點猶豫 退出去又沒有射到 感覺還在融入球隊 好像這些球你直接射都沒有問題 其實都輸成差不多20分 而且我發現他大球經常用右手 我發現2K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左手球 2K是這麼離譜的 所以這次入場是完全沒有分的鏡頭 第一次的季後賽之旅 第一場球是輸了球 確實沒有猜錯 一開始看他巔峰開始年齡的時候 我都沒有留意到 習慣用手都錯過了 2K有時候真的太過離譜 大侄是左手,調回左手 第一回合季後賽 我們就知道毛爾該 暫時的能力就放在這裡 應該都是被淘汰 2比3被華盛頓毛斯淘汰 大侄的第一次季後賽之旅 看回毛爾可能都OK 都拿到10.8元 5.6個板 在季後賽至少比常規賽打得更加好 去到5成的感覺 算是這樣的 好,第二次賽開始了 哇,有驚喜 大侄的成長速度不慢 升了3點他有76組平 最令我感到驚喜的 13個徽章 即是不單是Patrick Ewing 教我什麼夢幻腳步 沉底部那些 他自己還學了不少徽章 主要是集中在防守方面 有6個徽章 組織都有一個 背欄戰術組織者 因為你看回大侄 現在的內線防守是A加 是頂級防守球員 內線進攻就去到B加 中距離和三分球會比較頑 主要就是打內線 另外體格也是去到A加 我還留意到他的頭籃KING 也是上升了 按照這個速率發展的話 80加完全沒有難度 當然看球隊方面 George Mirazan 羅馬尼亞中鋒 來到陣中 當然我也是大侄手快 暫時的陣容 肯定是不具備增冠能力 但大侄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 Patrick Ewing退休了 還有John Stark這位力波的名宿 雖然打了Shooting Card 但內線得分這三個徽章 都適合了 王子侄暫時未具備這三個徽章 都可以繼續學 第二個賽結束了 球隊的成績很難 暫時陣容比較差 留意到力波這邊也比較體重大侄 是貴中交易送走了George Mirazan 符正大侄 都不用說我的操作被大侄手法 所以大侄這個賽是11.5分 6.2個版 效率方面有上升 上場時間大概多了2.8分鐘 我現在留意防守短的數據 現在是6.2個版 1.2個brush shot 0.9個偷球 因為現在是頂級防守 我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入選防守陣容 暫時看這個發展的趨勢不錯 第三賽準備開始了 大侄升到79總評 不過現在好像有點髮爛爛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力波選中了 Palgazor的第三順位 當然我會確保大侄手法的位置 但你看回陣中 由Doniel Marshall 可以打大前鋒 Palgazor 我應該會調整大前鋒的位置 還有Jerome William 內線球員比較多 肯定大侄的上場時間會受到一些影響 難怪現在不是太高興 看回大侄內線得分都去到A- 甚至外線防守都去到A- 絕對是全聯盟頂級的防守球員 接著回來第三個賽季很平淡 就過去了 雖然Palgazor來到陣中 但大隻的上場時間都沒有減少 少了1分鐘 數據跟上個賽季差不多 反而Block Shot更少了 所以進不了最佳防守陣容 接著回來第四個賽季準備開始了 大侄升到82總評 內線防守A加外線防守A 頂級防守球員 不過力波這邊是狀元籤選了Amarie Star 不選大搖 還打算整個中國雙塔組合 結果選了Amarie Star Palgazor當然還在陣中 當然Marshall已經離開了球隊 Eddie Jones是加盟球隊 三年3224萬合同 當然大侄手法的位置還是保持著 這個賽季打完之後是合同年 大侄還留不留在這裡 第四個賽季結束 力波都是沒有機會打季有賽季 不過大侄這個賽季打得不錯 12.6分 8.2個版 1.2個助攻 這三項數據都有上升 反而防守端 偷波Block Shot是有下滑的 所以就進不了最佳防守陣容 整體效率都有上升 合同年來 大侄說想續約 其實明年就是巔峰開始年齡 按照慣例 我就不會幫大侄留住這個手法的位置 就要靠自己的實力爭取 陣中有拋的Soto 留在紐約力波會不會是最佳的選擇 真的不知道 第五個賽季準備開始 看紐約力波的陣中 真的不見了大侄這個名 為了自己的將來 他決定離開紐約 所以大侄的下一站在哪裡 是來到波士頓賽特人 聯手阿蓮娜斯 這位終極2K寵兒 阿蓮娜斯 準備開啟自己的第三個賽季 還有Larry Hills 安東尼和家 詹斯普斯 PJ布洛 PJ布洛 是一個不錯的導師 他34歲 Antonio Daniels 其他球員有不少的假人 不錯 來到波士頓賽特人 不用調什麼 絕對是手法的位置 不過2K真的很嚴厲 其實這個賽季才有26歲 你給他升多3點不行嗎 所以大侄的最高總評 就保持82總評 都不差 有17個徽章 最主要是防守已經練成了 而且大侄 巔峰的持續時間是比較長 我很期待聯手阿蓮娜斯 會有什麼表現 第五個賽季結束 40勝42座賽頓 是無緣季後賽 所以大侄都4個賽季沒有打季後賽 這個賽季長均14分 7.4個籃板 但是Block Shock的數據 反而是 出道的時候 第二個賽季更加好 1.2個Block Shock 只要是0.2個 整體阿銘族方面 這個賽季是最高 想長時間不會比紐約更加多 值得一提的是 他這份合同是一年的合同 沒有大了條款的情況下 可能真的是一個賽季 明年未必可以回到波士頓 當然他是想在這裡打球 第六個賽季準備開始 波士頓這邊都很欣賞大侄的才能 開了一份3年2390萬的合同給大侄 這個號碼是真的不低的 你考慮到現在是2004年 這個算是大合同來的 我覺得大侄會留在波士頓一段時間 因為大侄的巔峰持續時間會比較長 不會太快下滑 看來就是聯手阿聯達斯 希望接下來的時間 國有賽有所作為 第六個賽季賽突然的戰爭 11勝11敗 沒有記錯 跟力博第一個賽季的戰爭一樣 所以大侄又重新回到國有賽的舞台 其實數據未來都不會有太多波動 已經到達巔峰 13分7.3的藍版 比較可惜的是Block Shock真的上不到去 0.8個Block Shock 只分方面主要就是靠阿聯達斯 去到波士頓的第一場季度賽 當然要入場看看 對手的陣容看看 葉果這邊 哇 Tony Parker T-Mac Carmelo Antonio McDyess 看來只剖第一回合 又已成定局 Anyway 無二到半場結束的時候 我們入場剪一些highline 半場入場 而且現在到了巔峰開始年紀 這次應該有得分鏡頭了吧 咦?賽丹領先 哇 半場結束 大侄是得分最高 隊內得分最高 14分 其實真的不要再射三分球 雖然2K給了三分的傾向給他 但是他又沒有三分能力 希望入場打好一點 好了進入現場 首先從防守端做起 T-Mac的突破大侄一巴掌 這個保防意識非常好 進攻端肯定都是要看阿聯達斯 設一個Pick給阿聯達斯 他進攻傾向高便射 這個球大侄應該果斷一點 給到Strawmouse 最後出現低級心 不踩界 Larry Hughes的中距離不進 這次收隊藍板直接上 沒錯 大侄要打得果斷一點 能力是有的 走上佛球線 兩佛傳中 終於看到大侄有得分 但是還沒有運動戰得分 咦?那就來吧 立即轉換進攻 輕輕鬆鬆床 這段時間找到手感 鋪濕彈打這個解人 連得6分 第3節最後3分鐘 下去休息 第4節一開始就上來了 Block了Camello 很乾淨 Block了Camello指著大侄 大侄說 我當然知道是我Block你 不用說 一早就預判好你的球路 前場藍板 Stromwell 場地自己不想給大侄 右手拋頭不進 Stromwell 場地再給大侄 好像是大侄的忠實粉絲 不斷尾球給他 最後半節的時間 阿蓮娜斯要出來 他轉攻傾向確實高 所以很多Pick and Roll 戰術 他都停了球 射不到他才想起大侄 話說 Camello 大侄多了你兩個球 Stromwell 場地全球很果斷 這個真的好像忠實粉絲 拍出來阿蓮娜斯就有理沒理我自己射了才算 其實如果阿蓮娜斯多傳這球 大侄的數據會更加好 看看這個兔子部的上籃 多瀟灑 當然跟阿蓮娜斯做隊友 最重要是保持人身安全 不要太多怨言 大侄這邊自力更新自己搶個版再上入 打得不錯 當然兩隊Block實力有差距 所以這場球都是輸了 最後再看看Game1的數據 大侄26分12個藍板 3個Block Shot 沒什麼好說 可以說是完美的表現 當然球隊的實力就放在這裡 4比2成功盡級 OK 第一回合的數據我看一下 大侄第一回合長距 16.8分6.3個藍板 還有1.2個Block Shot 差不多六成的Field Goal 打得非常好 第二回合是Giago公牛 大侄終於突破了第一回合 Panny Hathaway聯手奴役斯基 可不可以過到這一關呢 哇 東部這邊五六七八號總子晉級 第二回合 被淘汰了 比較可惜 當然這隊球 暫時的實力就是這樣 阿蓮娜斯是厲害的 大侄這個季牛賽長官是14分 7.6個藍板 好了 自拍來的第七個賽季 阿蓮娜斯 逐漸展現出自己帶隊的能力 帶領球隊上到東部第二名的戰績 並且在季牛賽殺入東部決賽 看看大侄在季牛賽的數據 15.2分 7.9個藍板 1.3個偷波 1.3個Block Shot 盡力了 所以東部決賽的對手是1號總子的底隊路活塞 他們有皮亞士 有Alton Van Germell Clover Ruverhead 但是坦白說這個陣容 我認為阿蓮娜斯大隊可以搞定 4比力 Come on man Too easy Final的對手是西雅圖超音速 超音速這邊 當哥 嗯 當哥 鄧肯 Brian Reeves 謝拉特格連 第一場比賽 輸了 大侄的第一場Final 加出14加7的表現 第二場球 1比1 這場球賽途人這邊 大侄13分 8個藍板 5個助攻 阿蓮娜斯 我需要看到你拿30多分 40分的表現 沒錯 第三場球是不是 阿蓮娜斯 對了 30分 大侄16加10 第4場球 拿到了賽點 阿蓮娜斯27分 大侄13中8 斬大了18分 6個藍板 所以這場遊戲快 我們要sim case 好了 這場遊戲快 最後6分鐘 還領先6分 我們入場 艾德烈志 這個是假人艾德烈志 當然是我們陣中 203年的第五順 1米78 拿了29分 阿蓮娜斯18加10 大侄這場 不過6中2 暫時拿了4分 不要緊 入場表現好一點 好了 進入現場 波士盾雙子星 阿蓮娜斯先弄一個中距離 外線阿蓮娜斯 內線就大侄 Pick and roll 只要你肯傳球 大侄的忠義能力是頂級的 超音速這邊 但凡有當哥 就是當哥的球隊 你不用擔心 在2K裡面就是這樣 阿蓮娜斯 這個球停了球 給了大侄 迫起Briant Reeves 右手一拋 抓到N1 還記不記得我們入場的第一場比賽 大侄不敢出手 現在越來越自信 奧當的Fail Away命中 接著到阿蓮娜斯 整個Long 2 真的記不住 西雅圖這邊就繼續是奧當 推進去 記不住 兩個人防他 分出去Briant Reeves 整個中距離都有 最後1分15秒 超音速把分差縮小到5分 阿蓮娜斯 外線阿蓮娜斯 內線大侄 很明顯就是他們兩個 踢完之後 阿蓮娜斯這個球怎麼處理呢 射個3分 Agent Zero 0號特攻阿蓮娜斯上線 Impossible is Zero 想起他以前幫Eddie拍過廣告 但肯收回板 這是祖廚史密夫 祖廚史密夫有干擾 但也上了進去 沒問題 最後40多秒 這次進攻 浪費時間都可以 拉利曉士走過來 搞到阿蓮娜斯被Double 占斯普斯又被Double 拉利曉士開啟的3分 打算殺死比賽 但不進去 阿蓮特加蓮 自己推上來 進去內線 分出奧當想射3分 占斯普斯及時補防 當過這邊借個Pick 射個Long 2 都進去 但剩下23.9秒 走虧戰術 所以拉利曉士就先走上罰球 第一個罰球入了 第2個罰球也有 探考出來 奧當打低頭 曬入內線 不入大 就收下這個版 結束了 第五場比分106-113 總比分4-1 波士頓賽爾大人成功奪冠 現在真的要感嘆 阿蓮特當年離開紐約這個選擇 太正確了 最後看到 長機德士拿高 他買一杯 沒錯 他來到賽爾大人 成為主教練 FMVP當然是Azion Zero 阿蓮拿斯 也看到FMVP阿蓮拿斯 是Final的數據 好像都沒有點法力 22.8分 6.8分 9.4個助攻 不過確實有了大侄 這位好夥伴 大侄整個季後賽 15.7分 8.2個敗 1.3個偷窪 1.2個Block Shot 你們兩個拍照 有很多未來 好了 接下來第八個賽季 Here we go again 阿蓮拿斯大隊 真的很恐怖 在遊戲中 66勝 都沒有第一名 然後殺入Final 對手是落撐機胡仁 胡仁這邊的陣容 好像差點意思 當然不是說不會敬佩 讚奴比利不是說不會敬佩 祖史密夫 基斯卡文 白朱古力 這些球員 但是沒有90加 其實大侄這個賽季 常規賽都打得不錯 13.3分 7.8個難反冠軍賽就更加好 坦白說 這個Final 差點意思 我認為阿蓮拿斯就輕鬆 都不是很輕鬆 都4比2 阿蓮拿斯就第二個Family P 大侄就第二個總冠軍 世事確實難料 兩年冠後 三個賽季 賽登都沒有辦法奪冠 現在第12個賽季 大侄已經33歲 準備開始下滑 陣容一直都是這樣 阿蓮拿斯 賈人阿德里斯 拉里曉時 詹斯普斯 還有大侄 這幾位球員一直都留在陣中 默契就拉滿 差點運氣 奪冠是需要運氣的 大侄下滑之前 不如我們看一場中國打比 這個我早有預謀 11月30號對著火箭這場 對 剛好火箭 好像是選中了姚明 看火箭這個 好厲害 接下來Jwish 阿Durahim 大侄還有加蓮拿 看看他們兩個之間的對位 我們SIM Catch 到半場結束的時候入場 都是那句 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 麻煩多點讚 我都很盡責 很多入場 而且入場時間都很早 第三節開始了一點 這場球暫時大疾 零分 五個藍板暫時沒有分 大侄這邊的話 你們兩個這麼客氣 大侄的手感也是一般 進場你們兩個慢慢打吧 進入現場 首先大侄這邊 有一次進攻的機會 大蝦細對著 結果下三路沒有留意 掉了球的回頭 大疾也是大蝦細 但選擇中距離還是不進 這次真的正式的對位 大蝦這邊選擇 都是炒粉 然後 下來這邊 Catch & Suit 三分入 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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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完全不在座塔,你看真的攻不進 到了第四節的時間 這個假人拋頭,五入的人 大侄的牙位,衝搶藍板的意識真的非常好 接著轉換的進攻,他自己放了阿尼奧,給了這個假人 接著這次進攻,拉尼老師就這樣吸引了大搖,協防 球彈來彈去,最後大侄都是搶回來,又捉老包 搶藍板方面大侄真的很薄 好啦,持球鋪塞不行了,無球的跑位 大搖在籃底終於有得分的鏡頭 利好事浸雪又吸引了大搖協防 大侄又收下這個前場籃板 最後一分鐘多一點的時間 大搖這邊繼續對位大侄 選擇一個vade away,中距離終於命中了 持球進攻,第一次成功 這場球真是辛苦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阿蓮拿絲 在拉尼曉事,給阿蓮拿絲 波士頓雙智星,要不要掩護阿蓮拿絲 說不用,他要單打下來,最後左手拋入 這個就是2K寵完阿蓮拿絲 好,一看這個站位就知道要給阿蓮拿絲 直尖眼射,大侄 不進的阿蓮拿絲,有保纜 大搖這場球的手感確實是冰冷 阿蓮拿絲 不用批嗎 阿蓮拿絲看樣子要單打 Stamp Back 3分 Agent Zero 所以都是那句,大疾選擇 加盟波士頓真的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火箭這邊叫Timeout Timeout出來,火箭這次進攻落後 5分,要不要射3分呢 加蓮拿尼這邊選擇個人的突破 最後拋頭命中 但是只能夠進行犯規的戰術 那你淘汰阿蓮拿絲就沒什麼好結果了 Agent Zero 兩罰傳中 火箭這邊用了所有Timeout 盧利大波上來前場 調比阿蓮拿絲還鋪手 不是,一傳球出現失誤 這樣就沒有了 最後回到109-102 無論是球隊的勝負 還是個人對決方面的勝負 這場球都是大疾完勝的 儘管這個數據大疾沒問題 即是入場打得不錯 10分16個板,4個座位 兩個Bloach也沒問題 大疚這邊真的太客氣了 最後8分10個板,17中勝 這次入場大疚真的打得太客氣了 我以為大疾要在波士頓中路 結果第15個賽季準備開始的時候 他加盟了尤他爵士 當然可能雙方沒辦法達成共識 即是合約方面沒有談好 所以就離開了波士頓 這隊爵士有東尼帕加 有維拉紐華 其他球員就會比較差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我都看到賽頓這邊 中鋒這個位置是有了賀福特 總評方面確實是賀福特佔優 可能大疾都希望多些守法的時間 所以加盟了尤他爵士 也想不到來到爵士 新環境是簽了兩年的合同 但是大疾說這個賽季熱速之後就退休了 所以來到尤他爵士就打了一個賽季 8.6分7.5個籃板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真的是 不過2K是這樣 按照這種情況 大疾屬於賽特人的元老級人馬 應該要續約 沒理由就過一年 都要去別處打球 不過2K是這樣 不講人情 好了 我們總結大疾這個生涯 首先 出道就已經很巔峰了 為什麼這樣說 奧拉祖雲在旁邊教你打球 你說你是不是出道即巔峰 在力博打磨4年之後 選擇加盟波士頓賽也太正確了 聯手阿蓮娜斯其實打得順風順水 雖然說只有2個冠軍 其實成績不錯 關於賽的成績就差點運氣 常規賽打得不錯 所以大疾這個生涯長軍有11.4分7.3個籃板 0.9個Blockshot稍微就少了一點 因為我們在遊戲中跟現實完全不一樣 在遊戲中大疾變成了防守野獸 還有一樣東西比較可惜就是 看看這個獎項 就入選不到最佳防守陣容 這個稍微有點可惜 所以就有兩屆NBA總冠軍 我想看看那個得分紀錄 生涯的話單場試過拿31分 那都OK的 其實整個過程都挺完美的 除了最後這裡加盟爵士也有點奇怪 去到波士頓的賽頓 其實打得真的不錯 好了 今期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喜歡的朋友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